欢迎收听于阳为您播讲的长篇小说《载之天下》,请听第427集。 如果只能动用京营或是河北军,韩刚宁可不打这一仗,也不会领军出征。 他只相信战功累累的西军,而不是几十年没有打仗,已经腐烂变质的京营和河北军。 眼前的行人商旅渐渐多了起来,就算是热力惊人的正午,开封城周围依然是行人如枝,车马如云。 百万人口的大城市就是辐射出来的余晖,也能让数十里外的城镇拥有不逊于广西诸州的人口。 拥挤着大道上,韩刚的速度也慢了下来,前面一行车队慢悠悠地向前走着。 韩刚一时抄不过去,也不得不保持着同样的速度。 这一慢,没了迎面而来的冷风,头顶上的烈日就分外斥裂起来。 韩刚心中不耐,随行的半档就连忙上前去,要前面的车队让一让,只是骑着马在车队前领队之人转了过来。 是个熟人,赫然是冯从义。 表兄弟在路上见面,两边顿时都吃了一惊。 韩刚睁大了眼睛,一哥,你怎么在这里啊? 他走的这条路与关西入京的道路不是一条。 冯从义张开口,但不是向韩刚问候,而是回头向车中大声喊了起来。 三姨,姨父,你们看,碰了谁了。 三姨,姨父。 韩刚听着一愣,还没有反应过来,车队居中的一辆大车上的车帘一下子被拉开。 从车中出来的两个人,一见韩刚就是又惊又喜。 是三哥,真的是三哥。 而看见他们,韩刚同样是又惊又喜,竟是他的父母韩千六和韩阿里。 连忙在车前下马跪下,孩儿拜见爹娘。 跟着韩刚的绊档们,看见是家里的老爷和老夫人,也一个个都连忙滚身下马,就在大道上拜了下来。 居一气,养一体。 几年过来,韩千六和韩阿里气象迥然一新,就是穿着朴素的长服,也是一对官宦人家老夫妻的模样。 旁边的行人虽多,也都是猜测着这一对是哪家的贵人,没人能猜到,只是普通的农官入京。 哎哟,怎么瘦了这么多呀? 韩阿里下了车,一把拉起儿子,上上下下打量着,黑瘦了不少的韩刚,让他心疼得不得了。 辛苦的都不要命了,是才从广西回来的吧? 天南地北的来回跑,亲姐公也不照看一下,哪有这样使唤人的? 三哥是瘦了,不过精神还好啊。 听着妻子的抱怨,别在路上,往前面走,不能挡着后面的人的道。 韩刚看着身后,这么一停下来,后面已经给堵起来了,回过头。 爹,娘,还是先上车,这天热得很,在太阳底下晒着不好。 两边合作一路,韩刚骑着马,跟在父母的车边。 爹,娘,你们怎么这个时候上京来了? 在龙西坐了几年的官,沈官东院下了文书,说是认满了,要入京一趟。 这件事儿,韩刚的确听说了,不过孩儿听说是六月啊。 韩刚记得当时,他听到这个消息,差点没骂出口,对沈官东院的叛院恨得只咬牙。 韩前六都五十了,竟然让他在天气最热的时候入京城,推迟一两个月又有什么关系呢? 因为赵龙那小子,还有苗家的大哥要去领军南方,经略司里面急着要准备粮末,转印司又要保着舱里的存粮, 两边来来回回的,最后用新粮抵数,中间多少事,整整耽搁了一个月。 几年不见,韩刚的父亲也算是有了一点官员的气派,连说话用词也有了改变。 原来如此,韩刚皱起眉,什么时候西河经略司和秦凤转印司开始扯皮了? 摇摇头放下这桩心事,不知茂州赢了没有? 赢了?过洛阳的时候就听说了,一接战就赢了,斩首有三千多,平了几十个帆布,一路飞节进京啊。 韩谦六道,当初也见过领军的王鸭班,好像帮了三哥里不少,这一次也建功了,果然还是有本事的。 又是一个让韩刚发愣的消息,有赵龙苗吕在,加上西河路的精锐,的确想输都难,不过赢得如此干脆,王中正的运气还真是好到了极点。 把这些事儿放在一边,韩刚陪着父母一起说着话,怎么跌着你上京,绕到了这条路上? 是你娘要去松山烧香,到了洛阳后就往南走了,绕了个圈子,本来是在密县坐船直接进京,不过到了卢管镇,正好惠明河前面一段风浪,沉了十几条船堵了起来了,只能上岸换了车子。 原来是烧香,韩刚正点头,就听见韩阿里抱怨着,你爹死板得很,到了洛阳绕路后,就不肯再用官船、官车。 其他坐官的为娘也见过,哪有那么多规矩,绕路的钱照付,不会沾官服半点的便宜,偏偏你爹不干。 哼,瓜田里下也是麻烦,官船私船,只要坐得安稳,其实都一样的。 韩刚笑着劝道,韩前六不肯官船私用,韩阿里也知道用了还要付账,而许多官员则占尽了官府的便宜,甚至借用官船来贩运私货,以避免途中的伤税,这等操守还不如自己没有读过圣弦书的父母。 韩阿里则狠狠地弯了韩刚一眼,就偏着你爹。 韩刚陪着笑,娘是去了少林寺烧香的? 少林寺?你娘又不信禅宗,是嵩山大法王寺? 韩前六像是想起了什么。 哦,对了,三哥,你还记得慧姓和尚不? 韩刚皱皱眉头,他对佛教没有什么好感,尤其是如今的僧人,更是奢侈糜烂的,让人恨不得再来一次灭福。 除了智园等少数几个僧人,与和尚们根本不来往。 那是谁啊? 就是普修寺道安师父的徒弟啊,矮矮的胖胖的那一个。 韩前六似乎是很奇怪儿子,竟然不记得当年经常买家里蔬菜的和尚。 但韩刚的确是记不得了,都是多少年前的事了,老和尚的印象都有些模糊了,谁还记得个小和尚呢? 看见韩刚还是想不起来的样子,韩前六摇摇头放弃了,说道,这两年会信正好在大法王寺中挂单,他俗家的哥哥就在陋西衙门里做事。 记信回来说了,寺中法华院烧香灵业,你娘就记了下来,那娘上京就是为了烧香咯? 韩刚最奇怪的就是这一点,父亲上京是由沈关东苑的命令,母亲怎么跟着一起上京呢? 为娘来是见孙子的,韩阿里在车里瞪了韩刚一眼,听说乙姐和男娘又怀上了,还有云娘也有了身子,都等了多少年,正好你爹要上京就跟着一起来了。 虽说衙门里面只要你爹上京,没说不能夫妻两个一起进京城的,托三哥你的福,娘现在怎么说也是个君太君,要上京谁能拦得着? 韩刚神色有些黯然,老夫妻两个留在陋西,唯一的儿子带着妻儿在京城为官。 虽然是因为韩千六本人有官职,加上家业都在陋西不便离开的缘故,但韩刚几年也不见父母,的确做得不对。 是孩儿不孝。 三哥,你在外做官,也是没有办法的。 韩千六笑着宽慰。 车马一起向前,一家三口就在大路上聊着。 陋中现在怎么样了? 韩刚问起了乡里的情况。 西河路那还有什么可说的? 韩阿里摇着头,户口一年比一年多,田也是越种越多,粮食早不用外路运了,棉田也都到处都是,连董瞻那边都开始种棉花。 也有种油菜的,还有种木须的,用来养马飞田,加上陋中本来就产盐,敏州又有铁。 现如今呢,吃穿用什么都不缺。 平日里闲下来,市井里面也有百戏说书消遣,全都是各家从京里请来的。 不过最多的,还是去看醋居。 韩千六接口说着, 去年拱州联赛是青唐不赢了,顺丰行只是第四,而东街和巡城两队近了级,升上来的都是刚成立才两年。 不过今年我们的顺丰行里面来了个新人,脚法着实了得,能把投名再抢回来。 听义哥说,如今京城里面也就是醋居联赛了,就跟西河与秦州一模一样。 韩千六笑道, 过去什么都是学着京城,现在总算有一桩子,是京城学着我们关西了。 醋居联赛?京城? 韩刚再一次感到惊讶,他离京时一点消息都没有听说呀。 好,也是今年才开始。 冯从义回头笑道, 早前几年一直都在京中,被齐云社拦着,好不容易才疏通了关系,也是靠着三哥里的名头。 现在我们的棉行是一家,马行也是一家,还有罗马行,茶行,铁切行,金银交引行, 再有就是朱家桥,宝康门两家瓦子,都是有生意往来的,总共八家各建一支球队,一起参与联赛。 各自的球场都备好了,赛程也定下来了,就待过了秋分之后开始。 醋居联赛是韩刚当年在西河路推行的比赛,如今也是在西河路最为盛行。 就韩刚了解到的消息,西河路的几个州都成立了类似于后世足协的齐云社,由齐云社组持联赛,汉人帆布都组队参加。 参赛球队数量最多的拱州联赛,如今都已经分成甲级乙级,连升降级制度都有了。 而这两年秦州也因为参加免航的豪族发力推广,规则一如韩刚所制定,而不是现在在京中流行的,网立在球场中心的风流眼中踢球的形式。 就是京城因为民风的问题,韩刚还以为要好些年才能再开封传播开来。 关系的醋居见血的时候多,到了京城就怕没人看了。 韩刚笑着,就是见血才好啊,软绵绵的都没人看了。 冯从义哈哈笑了起来,清城里面哪一场相扑不是围着人山人海,越是厮杀得狠了,叫好的人就是越多。 韩刚自重身份,以梁府为目标的他,在京城的时候哪里会去逛街市,更别说去看相扑了,不过相扑受欢迎,他是知道的。 这个时代的体育娱乐活动都是太过温和了,就连在两汉属于练兵之法的促军,到了宋代之后就变成比试准头和花哨技巧的游戏。 就像踢剑子一样,哪个踢得漂亮,哪个得到的欢呼声就越高。 哪里像西河路,谁敢玩花样,直接一脚就连球带人一起踹飞了。 且几年下来,已经自发的形成了战术理论,各队的比赛起来都有了章法。 这样的促军联赛,若是能在京城推广起来,多少能改变一下民风,韩刚很是乐于见到。 因为要与父母随行,韩刚没有走得太快,当一行人抵达开封城的时候,已经是夜幕降临。 在此之前,韩刚已事先遣人提前一步,去通知了王安石府上,到了开封西南的带楼门时,王庞带着两名身穿红衣,腰杂金带的相府园随就在那里候着了。 众元,怎么劳动你出来相迎啊? 韩刚笑着下马,心中略感惊讶,王庞应该还是在开封府界提点私中,没听说他吊任。 平日都是该留在提点私,如今的治所白马县,没事儿不该回京城的。 玉坤,你携胜而归,哪能不出城相迎啊? 王庞虽是在笑着,但笑容很是勉强。 见到王庞强颜欢笑的表情,韩刚心中以惊,忙问道,原则情况怎么样了? 王庞默然摇了摇头,韩刚脸色一暗,叹了一口气,让过身子,将王庞介绍给父母。 王庞连忙上前向韩千六和韩阿里行礼,恭恭敬敬,不敢有丝毫失礼数的地方。 两边见礼之后,便是验了官文进城。 外任的官员入京,照规矩,还是得先去城南义报道。 另外,韩刚更是入京必见,还得去一趟宣德门登基姓名。 韩刚领着父母,先顺道去了驿站,留下了姓名之后,一行车马直接回到了他在京城的住所。 尽管之前,王蚁他们已经搬去了相府,但这间院落还是留了五六个人看守,整理得干干净净。 听到韩刚遣人回来的消息之后,王蚁四女也都带了儿女,匆匆从相府中赶回家里。 新妇拜见姑舅,加上孙子孙女拜见祖父母,光是行礼问安就是忙活了一通。 韩千六夫妇见到了活泼可爱的孙子孙女,喜得合不拢嘴。 韩刚的四名妻妾有三个人大着肚子,韩家这一脉人丁兴旺可欺,更是让韩千六韩阿里心花怒放。 而在院子外面,还有冯从义指挥着,安置车马货物,寄进了许久的韩家宅院,一下子就热闹了起来。 王庞在一旁,陪着笑脸,只是微触着眉头,不停挪动的脚尖,显得他是心急如焚。 韩阿里见惯人情,催着韩刚道,三哥,既然你已经到了京城,哪有不去拜望岳父岳母的道理? 今天你先去一趟,带你爹和为娘问候一二。 等这边安顿下来,亲家得空,我们夫妻两个就去登门拜会。 韩刚点了点头,匆匆梳洗了一下,换了身衣服,就带了半档离家外出。 先去了宣德门登了名,便匆匆与王庞一起去了相府。 进门的时候,已经是深夜,寻常寂静的相府却依然喧闹,尤其是位于相府一角的王庞夫妇所居的宅院,更是一片灯火通明。 韩刚和王庞脸色一变,都知道事情不好了,也不去政厅,直接快步往王庞的小院走过去。 进了院子,却见到了方才还在家中的王尹,眼睛红红的站在院子里。 身边还有王安国家的女儿陪着,她的夫婿就是当初与韩刚分裂第九第十的叶涛。 看见丈夫脸上带着些雅意,王尹解释道,官人走后,是姑姑催了奴家过来,说家里没什么事儿,而这边市集,要奴家安心的在这里多留几日。 韩刚轻叹一声点点头,这个时候做妹妹的应该来的。 王尹是直接坐车过来,自己去宣德门绕了一趟,则是耽搁了不少时间,慢上一步也不奇怪。 也不与王尹多说,韩刚直接进屋,王安石夫妇都在外屋坐着,王安国、王安尚等王家的亲戚都在。 王安石腰背勾搂显得老态隆重,而吴氏拿着手绢擦着眼镜,身旁还有了两名妇人在低声劝慰着。 韩刚和王庞的到来,让厅中瞬间静了下来,韩刚两步跨上前,拜倒行礼。 小旭拜见岳父岳母,看见了女婿,王安石凄苦的脸上,勉强挤出两分笑容。 欲坤,这半年你在广西可是辛苦了,将千五之军,拜十万之敌,扶展万余的大功,立国以来更是从未遗见。 不敢,此功得来侥幸。 韩刚转头看了一下通往里街的小门,问道,不知原则现在如何? 韩刚只是这一问,吴氏就立刻用手绢捂着眼睛哭了出来,旁边不知是哪一家的女眷,连忙将她搀扶了起来。 王安石看着老七被扶进了偏乡,不由悲怅地叹了口气,对韩刚说, 于坤啊,你进去探视一下吧,大哥一向与你交好,最后也要见上一面才是啊。 掀开帐帘,韩刚往里屋走了进去,就在屋内的一众女眷,忙碧让到了一边,只有萧氏抱着儿子,在旁边抹着眼泪。 于坤,你来了? 见到韩刚进来,首先出生的竟是躺在船上的王芳,这时候他的精神却好了不少,声音也比往常亮了些。 于兄这副模样,不能下来与你见礼了,还望勿怪啊。 王芳的脸上此时泛着红润的光泽,只是早就受脱了形,高高突起的颧骨,在陷下去的双颊上留下了深深的阴影。 韩刚没有想到,才半年的时间,竟然憔悴成了这副模样,哪有半分当年韩刚与其初见时意气风发的模样。 只是气度依然不减当年,言辞也依然洒脱。 韩刚心中黯然,王芳现在明显就是回光返照的样子,已经只有最后的短暂时光了。 他走到床边,就在一张方凳上坐下,勉强地笑着。 你我兄弟,何须在意这等俗礼啊? 您刚才听到的是,俞阳为您播讲的长篇小说《载之天下》第427集,欢迎继续收听长篇小说《载之天下》第428集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